我多個車,我只能在那邊閉 其實就是怕一個人來監督我 我好像會怕要坐牢 先吃飯,好嗎? 我側邊,我沒有畫不畫 其實就是這樣怕一個人來監督我 我姐姐都在旁邊又不行 又不怕我吊進垃圾桶去 57歲,有四個兒子名的蓮姐 一家五口,住在大角咀的堂樓 前晚,她冒著三號風頭 通宵撿了一車紙皮,幫補加計 到昨天中午時,她把手推車 放在旺角花墟的公廁門口 就是我的廁所,我拉一輛車子的廁所 我打垃圾,我打垃圾,我打垃圾 我把紙皮給我拉下來,拉下來,掉下來 幾晚,我多想去買 對呀 食環處外判箱的工人 就把她的穩食工具鎖起 我看著婆婆,我問她 為什麼會這樣?她就說 婆婆在搞事,婆婆在搞事 所以要這樣,所以就這樣 不是第一次,我嚇了我 甚至十次都有 我又教她,不知道怎樣 她都很臭鬆 她一邊不斷找人類跟著我 不可以讓我生存 我最慘的就是撿兩位子 你都不讓我撿 連渣家賓士經過的黃三黃太 都看不見過眼 還馬上扔了200元,被年遮貌 不是,我給錢都扔了,是錢 是,賣光了 行了,我給你買 我給你買 再見 小心 小心 看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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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員最終著情,將車仔交還 但是管署就堅持 紙皮涉嫌左階 充公猿者一車 價值20元的紙皮 又說執法,不會針對任何人 如果你堅持拿回那個紙皮 她就需要分鏡的招呼 但是會招呼你 但是會招呼你 你明白嗎? 你從來都是協交門 大家車仔會給你 你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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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已經曖昂了整個小時 將情緒激動的蓮仔信仰 沒有人情媚 我覺得有時候你欺負是欺負 人分分鐘下不了台上去嚇他 說真的你是有權告人 應該告人 他還建議當局 沒收左階密警的紙 應該先貼警告紙條 再過一段時間才做充公行動 有律師就說 十方者不是無牌小販 食環處是無權充公子皮 質疑有人濫權和越權 又認為蓮姐 十方是自力更生 食環應該為難她